這個地方的話 配置1你可以把它改成A4 因為這部分我們本來是用A4的 那假設配置2 我要希望把它改成A3的 並且要輸出成三個 接下來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可以把 我們上個禮拜 有提供給各位那個A3 這個A4對不對 然後有A3的 我們出圖的那個 這個 應該不是 這個是祥宏的 後來又改了一個 把那個 A3 這一張 把這一張放到這個 我們A3的 A3這邊 看一下A3 或者用插入的好了 這邊不用 可以用插入圖塊也可以 外部揮入你可以開另外檔 複製貼過來也可以 或者是插入裡面有個圖塊 插入圖塊 圖塊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瀏覽找一下 比如說你桌面上面 有一個A4的儲圖好了 這一個 按一個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 你就直接放在哪裡 放在00的位置好了 所以這邊預設是打勾有沒有 插入點的部分 直接把這個 在螢幕上指定 直接打勾取消 直接幫我放在00的位置 00的 其實XYD沒有意義 XY因為2D而已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 是吧 重新定義 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A3的圖 就會剛剛好 放在這個列印的區域 這個列印的區域 特別注意 我剛剛其實實際上有先做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這個配置的部分 是要輸出成A3的 所以這裡的話 請先在那個 上方按右鍵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有 頁面上按右鍵 然後有一個叫 頁面設置管理員 頁面設置管理員的地方 我們跳出A3的這個配置 把它做一個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 有幾個地方 一定要先預先更改 這裡預設是無 無的話就是沒有印表機 那一般的電腦裡面